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提总 对呀 咱这不行了 咱这都小白了 看他不行 该拆全拆了就完了 这加高了多少 加高了六寸 轮子用的多大的呀 三十七寸的轮胎 这shock是啥 选择哪个shock 避震选择啥呀 RK的避震 ROCKR的避震 PSC的转向 哇 哇 哇 好帅呀 哇 这台改的功效啊 这台改的功效啊 哇 哇 有必要这么帅吗 这台改的功效啊 这台改的功效啊 哇 新的 也都造成这样 就专门来玩的时候用啊 这台搞得真帅 超越野没有开平时不开的 你看里面脏死了 你看 哇 好帅好帅 超越野就是脏 好帅呀 那我成这样我都不想洗了 我觉得越脏越好看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现在已经到了那活动地点了 大家各种各样的 晚人呢 均可以看得到了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现在呢 大家已经集合好了 准备 所以出发了 那第一次线下活动17年的 非常荣幸今天和咱们 等于说温存吉普之家和 Saturday 4x4 一起组织活动 那唐大叔身边很多 这次带来都是小白原装车 这些 这个 这个重枪大炮的这一些对吧 就是咱们 Sat4x4的朋友们带来的车 今天就跟他们混了 把一些小白染成脏脏的 Let's get dirty together 好的 现在呢 轮胎都放好气了 啊 全都从正常的35放到25了 哇 呦呦 啊哈哈 今天车都有几台车 12345678 910 11 17 18台车啊今天 啊 我看等一下我上来 汽车到这就叫汽车 哈哈哈 尴尬 太快了 没关系 我们真的要挑战这个地方吗 爸爸 不要吧 到谁里面 拍了两张了 人呢 还有谁没过去啊 123 123 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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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 四家 哈哈 现在遇到第一个情况 过河的时候呢 我们原装小沙哈拉 过不来了 啊 我们马上进入救援 已经救出来了啊 好漂亮 现在 又绕了一圈 回来准备吃午饭了 哇这些家伙 很会吃嘛 嗯 大组织呢 已经准备去登汉堡坡了 这就是汉堡坡了 太狠了 Chase 太猛了 快点出来了 跑步了 跑步了 嗯 厉不厉害啊 啊 那是确实姐姐的车 他在车里面 好了 哈哈 哇 Chase同学 第一次挑战汉堡坡 好像 经验还有点不足啊 有什么心得啊 挺好 我过去了 我一下就过去了 我是给他让路 我不是因为过不去 因为他那个车不行了 感觉怎么样 挺好 挺好 这个Rubicon很给力 我把那个全锁住了 有用啊 一把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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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进行紧急道路救援了 齐浦迷世一家 等你开一台并不是那么牛叉的车卡住的时候 别人救你 这种情怀就出来了对不对 都起来了 都起来了 好 起来了 够了吗 好 起来了 一姐你那刚才啥表情 再来一次呗 Sahara 你再说一遍那个Sahara呗 Sa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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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鄙视的表情是啥意思啊 哈哈哈 就是你赶紧赶紧换车 所以我说不跟他们玩嘛 汉堡坡嘛 是不是最近下雨下的多还是怎么样 好像难度变高了 大家都觉得 确实看这几个大石头 就是蛮厉害的 这也是咱们刚刚入手的硬石头 那 但是呢 驾驶员 这个司机是个新手 这才刚刚入口这边 这是围观的群众 一起来的 其他的车 但是因为入口这里就顶住了嘛 大家都在看 暂时的解决方案是准备拖上去一下 通过这里 通过这里 在哪里 是啊 但是那帐 这个可以 我不会 提供 还有那幅 鼻的 明儿 一直给他 可以 三个 充滞 针 工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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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倒点 往后倒 你们让它上来还是下去啊 下去 下去啊 下去就走了还是下吧 打虾呀 倒呗 它下来 那石头下去了吗 石头过了吧 应该过了吧 过了就拿回前后蹭着走吧 过了就拿回前后蹭着走吧 兄弟 什么你要给我开特写啊 我的感想就是我一天的功夫学了人家一年的量 没错 狭路相逢有点剩啊 换车 不是加高 得加了 硬时都不加浪费了 后面的人真的一定得加车 一定得加高 因为 他们说这个是五星平分里面是2.5星只是终极而已 所以 建议大家改个六寸吧 加高六寸吧 不是跟大家说不能和他们玩吗 马上 马上就说换车改车 不是真的很心疼你知道吗 挂在上面直接拖 我感觉后面不知道 不能那么玩 啊可以 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第一次越野 拿车几天 很开心很开心 学了很多东西 白车等一会 等一会等一会 他先上去 我再打 好 哈哈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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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想好要回去改车了 初学者挑战失败了 看看我们真正的吧 我们下一个 鱼兄弟 不能怪我比试好吧 真的不中用 你别这样啊 下次你卖车的时候想着 就坑名买三号 下回不拉到群里了 太毁人了 今天车辆损坏同学报名了 现场估价直接吹印了 信用卡收一下定金 然后明天就直接提车了 车如果改的不够的 找皮肿报名 车子有损伤的不想要了 就直接现场估价了 几位原装吉普和改装都挑战过了 那肯定技术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你有这样一台车 这是一姐的车对吧 还有唐大叔这样的车 唐大叔如果这个车 今天准备换了 我觉得也开得上去 但现在来讲还是很困难 技术很重要 但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都有上去的 很有意思 我们走这个简单的路上去 瞅一眼汉堡坡的顶上吧 经过一路的走走走 我们已经开到山顶了 非常漂亮的湖 非常漂亮的湖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车 嗯哼哼 吃了 吃了 吃了